286 文匯報 全國開行獲央行駐資480億美元 2015年7月18日《財經新聞》 B02香港文匯報信綜合媒體消息稱 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獲得中國人民銀行駐資480億美元 路透社稱 央行是以外匯儲備委託貸款債轉股的形式 向國開行注資 並通過國家外匯管理局全資指公司不同樹投資平台持有國開行股權 截至6月底 國開行總資產10.6萬億元人民幣 上半年表內發放貸款1.39萬億元 其中 新增人民幣貸款5,454億元 人民幣貸款餘額6.8萬億元 新增本外幣貸款超全行業16國務院之前批覆三大政策性銀行改革方案 國開行首次明確為開發性金融機構 國開行2014年年報顯示 該行的註冊資本為3,067億元 股東包括財政部、中央回金公司和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 至2014年末三家股東的持股比例分別為50.18% 47.63%和2.19% 作為政策性金融機構 國開行在經濟維穩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數據顯示 6月末,內地本外幣貸款餘額94.43萬億元 上半年新增本外幣貸款7.64萬億元 其中國開行新增發放的本外幣貸款超過1.3萬億元 超過全行業的六分之一